好 鑽石戒指 這也是媽媽送妳的 妳看這是女兒多好 妳家只有妳一個女兒 沒有 還有一個姐姐 動不動就拿珠寶來送女兒 人真好 妳看大小姐的養成教育 就是要送鑽石 從小家境很好 很好 妳媽對我很好 我看 古代人家說女兒是負著養 兒子是窮著養 對 這樣子 可是其實大部分都相反 都對兒子比較好 是 其實是不好的 對 但我一看就知道 她就是這個小時候 媽媽照顧得很好 她講話細生細切 對啊 妳媽媽會不會罵人 這邊 在這邊不會罵人 原來還有挑戰 實在 還真蠻會說話的 你沒有 愛的教育 要罵 你看她有沒有打過你 鐵的紀律 真的沒有 沒有 有家家有水準 來 零錢會扣款而已 對 這招也夠狠了 對 有沒有被扣過零用錢 沒有 我沒有零用錢 沒有零用錢 對 這個嚴酷了就要吹 妳要水油就買給她 對 真的還是不一樣 她將來會不會理財 國中生也出去跟人家喝個汽水也要吧 對 總不能說媽 我來誰不一定會幫我付錢買汽水 有 她出門我都給她錢 有 她嫌太少了 所以等於有等於沒有 那沒關係 帶著珠寶出門好了 好 來 鑽石 請估價 十四萬元 這個其實你會發覺 這個鑽石你會覺得有點訝異 這個鑽石它除了說我顏色 它顏色並沒有很白 對 但是不僅這麻煩大的時候 它是K color 而且它帶棕色 最近送到GIH打證書 它會打一個K 或它會寫一個Light Brown 會寫這樣子 就是它是有點帶棕色 它的體色還是屬於K的顏色 但是它會帶棕色 那它這是純白金的台 這個白金台它是說 這台大概一個要一萬多塊 那這個鑽石它1.1克 它並沒有很高價的 所以我以為你帶棕色 E F G H I Z K 很明顯的就是有黃 然後它會帶一點 泛那個棕色的光 對沒有錯 你這樣看就是它黃黃的 會帶一點咖啡光 有沒有 所以它會打出來之後 帶一個Light Brown 對 不過以前的買鑽石 真的不知道要買GIA的 以前比較說大家 任意一點點來 其實差很多喔 如果它是K color 跟那個真正的頂級的 比如說D VVS-1 價格差很多倍 差很多它這個是K的VS-1 還好 假如說是D color的VS-1的話 現在以這個來講 大約要38萬上下 對 好 來 這個桌子看起來很美 在哪買的 越南 買多少 6000 你覺得你會買到真的嗎 他把它當股東買好玩的 對啦 6000一定是買好玩 就跟這碗買好玩 人家也買到原草的 我看這哪一草的 好 為什麼你們家的珠寶 都是在國外買的呢 就旅遊的時候 會不會是你那個 不是 他們應該是機器 賣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對方付款 本來之前是開LC給你們 然後現在的 違款的話 乾脆我這邊有珠寶 我就賣給你了 好不會 應該不是 應該是旅遊時買吧 做生意順便去 哦 很多很多 順道去走一走玩一玩 對 買個紀念品 反正有賺錢 對 心情愉快 收貨款 這麼漂亮的一個 如果是A貨 實在不便宜喔 80萬 對 這樣你就知道了 請顧獎 2000元 這個B貨 手鐲 他其實腐蝕得還蠻嚴重的 很嚴重 很嚴重 是 其實這種手鐲 就是戴著漂亮好玩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人 都有這麼說法 說這個B貨的 或C貨的不要戴在手上 那其實在 現在也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說戴這個手鐲 戴的會怎麼樣 會生病怎麼樣 只是人的感覺 有時候可能就是人家 對你的批評 你可能不舒坦 導致你可能會 心臟都壓起來 那有可能 以外的話 醫學的根據 倒是沒有 說戴著這個 會生什麼病 我實在跟各位講 是沒有這樣的醫學報告 你是說B貨對不對 對啦 但是總是說 這個戴起來 因為我們相當程度來講 戴這個手鐲 都是一種這種保佑你啊 那種圓滿啊 心理舒坦啊 那假如戴著這個假的 他就覺得不舒坦 可能走路就會走偏了 可能車子就可能不小心碰到了 怎麼樣 那我就不能保證了 或許是這個因素也不一定 好 泰國的紅寶石 又是媽媽去玩的時候買的 對 買多少 23萬 好 這看起來也不錯 這個好 對 雖然是在泰國 但也有人去泰國 買到緬甸的紅寶 25年前什麼事都可以 有有有 對啊 它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 40年前的話 就可能比較難說啦 比如說35到40年前 那時候緬甸很封閉 你要拿好的緬甸紅寶 都是走私的 但是他說20幾年前 30年前開始 緬甸漸漸的對泰國 就漸漸的開放 他們就有互相也有往來 所以有很多泰國人 做珠寶的人 都到那邊去找貨 到柬埔寨去找貨 所以都整個把礦場都包下來 都買下來 但不是說礦場買下來 開創前 可是說你買出來的原始 它全買 是 很多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那個時候開始 那台灣也大約那個時候 才開始漸漸的接觸 有這所有的緬甸紅寶 不然早期台灣 漸漸紅寶是很 不能說可笑 是很好玩的 就是直接什麼 把那個紫外燈長坡一照 發亮全部假的 不發亮就是真的 那時候台灣只有泰國紅寶而已 那泰國紅寶真的 那個鐵量 含鐵量 它是個製設的 含個 那泰國的個比較少 所以它一般都這種 紅紫紅紫的 就這樣子 所以紫外線它不反應 那合成的紅寶 就是我們黃金上面 像那個假的 它一照就是假的 就是因為它的含個蛋很高 那後來緬甸的紅寶 一進口進來以後 就開始這個 這一個鑑定的方式 在台灣就等於是改 等於就是大翻轉掉了 很多店家還是用老招的話 紅寶實際拿來 一照發亮 假的 什麼假的 我說緬甸的紅寶 所以緬甸是會含個多 所以它跟假的一樣會發亮 是啊 所以它就很鮮豔 所以從此這個鑑定方法 就不再用了 我最早 在台中學鑑定 最早最早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跟一個方老師 就是那個很早了 他啟蒙 他就是這樣教的 他沒有錯 他只是說當時的觀念 是這樣子 回想起來蠻好玩的 當時也沒有那麼多機器 是 那時候老師 教我們鑑定的紅寶 你看看這個沒有鑑的 這個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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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招而已 都是蠻好玩的 是 泰國紅寶也有非常漂亮的 是 我曾經賣過那個 泰國黃寺流出來的紅寶 八顆辣的 不少錢 真的 很貴 但是很漂亮 你怎麼知道它不是從臉電挖來的 它有鑑定書 然後那個都是黃寺的 在泰國紅寶我們一般來講 很多是地瓜暗 暗 黑色 你看 比較暗一點是真的 但是它那個泰國紅寶 國彩非常好 玻璃種的 很漂亮 它外中選一也有好的 對 也不是國家問題 來 請呼籤 29萬元 好 溫姐您好 這個紅寶基本上是不錯 它是鑑定的紅寶石 它有兩顆 2.92顆 所以 但是這個台大概是5萬塊錢 基本上這個紅寶還算不錯 還可以的 基本上那個錢 就是說有賺1倍以上 有 還不錯 結果媽媽還算是很會買的 因為 泰國有的人就買那個 很暗的藍寶 很暗的紅寶 但它買得不錯 是 好 現在又到了一個 泰國的藍寶了 1萬塊獎金 請你寫下你的價格 來 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等一下 很大喔 這個有8.95顆 當時25年前買22萬 25年前會帶22萬出國 鐵定是一個櫃子 我覺得 你剛剛那個 弟弟我跟妳講 你剛剛那個已經長了滿多的 那看起來是同時期埋的 你要不要再往上寫一點 還是你要問廖老師的意見 廖老師不太準 對 廖老師現在怕到 今天眼睛 因為埋害的關係 造成眼睛看東西都物理看法 對 那顆我覺得還不錯 等一下我再仔細去看一下 你拿著 真的嗎 你有感 它很大顆喔 8.90顆它很大 很大顆喔 但它看起來也有點假假的樣子 也就是說 好 好 這樣上下都有機會中 對 對 這樣了解我意思 好 這樣你也可以中 這樣你也可以中 好 好 李同心已經看完了 但他說所謂的 有一種很明顯的特徵 到底是什麼呢 真的嗎 這就是藍寶石的奧妙 你們的泰國紅 來 拿著 不要動 這個 紅寶買得不錯 那藍寶呢 好 來 這有關它真正第一筆零用錢 真的喔 我腰力大 丟個全放棄 好 加油加油 好 來 請估價 45萬元 哇 那你說嗎 加1.8不中 但是已經 至少有多了一點 才中了這個寶石的錢 是 它有8.94克拉 這個泰國的藍寶石 假如這個是斯里蘭卡的話 現在1克拉大約有12萬 那就是8.95克 它的確是泰國 它就是那種藍藍黑黑的顏色 對 黑黑綠綠的 但是還是很乾淨 它大約1克拉到4萬塊 所以說這個寶石 大約是在36萬到37萬之間 這台很豪華 你一看這台 這個都5分的鑽石 林老師應該很 機子可以很容易就估出來 大約要9萬到10萬 所以大約都 這樣這麼貴 七口就45萬 不過這個寶石 原來他們都應該估48萬到50萬 這個寶石它有一點小缺陷 我們把它拍出來 建議你去好好的處理一下 怎麼樣呢 因為這個是 你看 沒有 這個鱗線上都磨損了 有沒有 這個鱗線白白的都磨損了 當然是使用的關係 是帶的人常常在拍桌 第一個是它加熱處理過 然後再來它的使用過程中 或者是當時你買的時候 已經可能就有磨損了 那他們就好好修飾 所以這把它修乾淨 它可以再增加大約3到5萬的價值 這個是泰國甘加納布里 就是桂河大橋那邊產的藍寶石 這算是品質不錯的藍寶石 是 就很乾淨的 所以 果然你們的父母都是很殷實的商人 買到的東西是好東西 好 恭喜 謝謝 謝謝 恭喜 謝謝